好啊 來了 一個攝影師可以享受好多不同導演的人生 他對事物的看法 可能他的童年往事 那其實攝影師我覺得是一個 最豐盛的去 在每個不同的片子裡面都有收穫 我知道我想拍一個這樣子的 那種人生的轉變 就是人生是一直跟著每次的事件 就是變化一直在岔路上一直游走 游到哪你也不知道 你看得好的時候來不及過 我再也不能停 也不能回頭 所以很多東西是臨時掌握 掌握的時候你必須激怒那個瞬間 那個演員情緒的感覺 是鏡頭擺得不定還是什麼 慢慢看到鐵路在裡面 那個時間流逝著 其實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人生的經驗 我自己對電影學習的那麼多年的這個感覺 能夠影響一些年輕的電影人 他們看這片之後他們有一種支持力 他們看到這樣是可以的 人生是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去面對 你不觀察光影 你永遠不容易掌握到好的光影 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不關心它 它不會是你的 乘著光影旅行 將在大愛高畫質頻道播出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